首先是腸病毒 上週是新增有五億的腸病毒 激發重症的通報病例 但並沒有新增的確定病例 本年度腸病毒重症的確定病例 到目前為止是三年 在社區腸病毒的病毒分型方面 主要還是以克夏奇 A 型病毒為主 在門診的手足口病跟泡疹性 炎甲眼的就診千分比 在上週是持續還是呈現上升的趨勢 如果分區來看 大概除了東區是門診就診的千分比 是較前一週下降之外 其他的區大部分是持平或是呈上升 在國際性方面 日本第29週的手足口病的 病點醫師平均的報告數是 較前一週是減少 在香港方面 那手足口病跟腸病毒 七十一型的活躍程度 還是屬於高水平 那東文雅國家的話 是包括越南跟泰國的腸病毒疫情 都是較往年視為高 再為了大家包括是登革熱 那上週國內總共新增 8億的登革熱的確定病例 那包括是2億的本土病例 跟6億的是今晚一路的病例 今年入西亞以來總共是2億的本土確定病例 單純是看境外移入的病例來說 今年境外移入的病例數是較往年為少 在國際臨近國家方面 新加坡的登革熱的病例數是 還是曾持續上升 那在泰國的話也是從4月開始 登革熱的病例數也是曾上升 其他一些國家 菲律賓的話今年的登革熱病例是較去年同期為少 那另外是柬埔寨跟越南也有報告是登革熱的疫情 那另外最後是麻疹 麻疹主要是歐洲地區 從去年以來是面臨10年以來最嚴重的麻疹疫情 那主要流行的國家大概是在法國 西班牙、羅馬尼亞、義大利、德國這些地區 所以你看這紅色的圈圈是麻疹的病例數 那不同深淺的黃綠色的表現 是疫苗的涵蓋率 那可以看到涵蓋率比較低的國家 麻疹的病例數大概都是比較高 所以這禮拜的 上禮拜的疫情結論是腸病毒的急診 就診病例是上升 那尤其是中部南部跟高屏區 上升的趨勢比較明顯 那社區呢 主要分離的病毒是克薩奇A型 會有零星檢出71型的輕症個案 那暑假期間就是應該要注意 就是個人的衛生跟正確的洗手習慣 那另外就是高雄跟屏東是 都有出現陸下本土跟隔熱病例 那是呼籲說這些地方的周圍裡的 裡面應該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 加強自身員的清除 那尤其是南部地區最近就是持續降雨 所以下雨下雨之後也應該要 要盡速清除湖內外人資深遠降低 跟隔熱的風險 那因為就是提醒就是 歐洲就是面臨10年來最嚴重的麻疹疫情 那期間 暑假期間如果有計劃前往歐洲的民眾 應該先瞭解當地疫情 那如果是學齡兒童未接種 疫苗或是20到24歲的成人應該接種完之後再前往 那另外一些出國旅遊的注意事項 也是提醒大家注意 那以上報告謝謝